HELLO 各位TIKBONG網友大家好 那我是TIKBONG的特派編輯阿翔 我現在目前人在英國倫敦 我們這邊在舉行的活動是 IoT Tech Explorer的這個物聯網的展覽 那現在要即將要為大家帶來就是這個 IoT Hextone的這個成果的發表 那待會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作品 好那在我旁邊有QNAP的資深工程師Javis 來幫我們做即時的講解 那請他跟大家打個招呼 大家好我是Javis 那現在參選者已經開始發表他們的作品了 那讓我們來看一下現在參選者的作品吧 那這位參選者現在他在講解他的作品 那他主要遇到的問題也順便講解 那他其實已經完成了蠻多的part 那像是sensor整合 然後communication 然後甚至data的visual化等等的路 他都已經完成了 那他的主要整合其實基本上就是有兩種的不同的cas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其實他們想要整合的一個cas 就是在醫院的整合 那他可以把一些data的一些sensor base 整合到的整個QIoT的那個系統裡面 對然後另外一個的話就是整合到一些sensor到office 然後可以應用一些辦公室的應用等等 那他們現在在講解在這次hackson的solution是什麼 那他們現在在講解在這次hackson的solution是什麼 那他們提出的第一個的cas 其實基本上就是火災的逃生 那他基本上就是把一些sensor的感測器 希望能夠佈置在一些office的地方 那可以幫助使用者能夠去快速的知道 那他要逃到哪裡 那現在介紹一下他們的team member 那他們team member有帶了一些sensor 那也是他們自己準備的sensor 那他們有用的是Zigbee 那Zigbee裡面包含了motion sensor 然後還有溫度的感測器 還有感測器 那他們有用的是Zigbee 那他們把這些東西進行整合以後 把他傳送到QNAP的server 那也就是我們的QIoT 那他也是有直接利用到我們的QNAP的QIoT的RAW Engine 那他有自己製作了一些RAW Engine 然後把他整合到QNAP裡面 然後最後呢他會把一些data做一些呈現 然後並把一些realtime live的資料 直接呈現在我們的QNAP的Dashboard上 那這是他們的整個的架構 哇看起來非常的複雜 那沒看到剛才講到的三個sensor 那他主要透過Libbit做一個傳輸 那他們自己有帶了一個自己的STARKIT 那這個STARKIT 它是現在還蠻popular的一個CHIP這個Ball 那在台灣目前買不到這個Ball 蠻可惜的 可是在國外這個Ball是還蠻popular的 那他透過這個Ball 然後再直接連到我們的QNAP的NAS 然後透過QNAP的提供的一個Poll 就是HTTP跟MQTT 那在這一組他使用的是MQTT 然後把這些data傳到我們的QNAP的QIoT裡面 然後他們再透過Noray做一些入耳的處理 那處理完的資料呢 然後會直接呈現在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是他們的畫面 那他們有很完整的整合一些入耳到QIoT裡面 那他們有做了幾個Dashboard 那這是Dashboard的部分 他們有呈現了一些溫度 然後感知 然後甚至一些目前的狀況 那他們直接用他們現在手上的Sensor 直接做一些按壓的動作 然後可以馬上知道現在的狀態 那可以看到出我們的QIoT的反應速度 其實非常的靈敏 那其實都是很即時的 那他們也有在直接弄了一個畫面 對 OK 那他們現在找下一位 他是來掩飾火災這個部分 怎麼去呈現 他們還蠻厲害的 他們直接在我們的Nor上 直接做了一個火災逃生的系統 那他們假設設置了一些感測器 在這個Map上某一個Office的地方 那這個時候他可能會做一些Sensor的感知 然後我們可以剛才發現他有感知到以後 他的File火災發生的時候 他會做一些警訊 對對對 那可以直接呈現在某個Map的 也許是Office的某個辦公室的哪一個地方發生火災 可以其實知道 甚至他現在上面寫的是 顯示的那個LED的燈 就是你可以 逃往的一個指示的方向 那現在是 呃綠色 神仙綠色 那你可以逃往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概念性的呈現 那基本上說 呃 如果你今天 呃 想要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 透過QIoT其實可以很容易達到 因為 我們可以把 呃 我們的NAS的Server 直接佈置在 也許Office的某個地方 然後 可以其實的做Control連線 然後可以 甚至可以 快速的知道現在的Office的狀況 那 他們Present完了 那我們 非常開心 他們完成了這一次的 呃作品 那 現在我們在等下一組 那 那 大家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隨時在 下面留言 那這邊的話 也都會請Javis 來幫大家做解答 好 那我們現在在等下一組的準備 目前 目前 應該是總共有五組啦 好 好 下一組 看起來他好像是一個人 那我們等他準備一下 那這一位呢 他其實從昨天開始都是一個人在努力的跟我們的QRT的Shoot 奮戰 那 其實他是帶了自己的一個Board 那這個Board其實是Dragon Ball 那 我印象中是QRT的一個Starket 那 他 其實在整合上他其實遇到了蠻多的狀況 那他主要就是 想要拿 嗯 一個他的手機做一些整合 那 不知道成功了沒 讓我們來繼續看下去 沒錯 那他其實想要用他的手機 就是iOS的手機 寫一隻App 就是手機的Mobile App 然後 做一些Control 然後可以透過我們的QRT Shooter的系統 那 再透過他的Dragon Ball 然後做一些應用的整合 對 他現在講到說他透過QNAP的QRT 可以做到這樣的整合 那 他有做了一些入耳的設定 對對對 那他現在就是 寫了一個手機的程式 然後透過 我們提供的MQTT的Protocol 那 再把這些資料 往我們的QRT Shooter 那個到 那 Push進行器的Data呢 會直接透過一個 入耳的Control 然後 然後 呈現 也許Dashboard 也許 他在做一些入耳的Control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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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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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老師 請 打開 MQRT 好 朋友 他 音 們 我 任何 Root的一些,算是使用心得 對 那他說提到就是說如果我們今天想要做一個QLT的一個 也許Conscept 那其實QNAP的NAS其實是一個還蠻不錯的平台 那蠻可惜的他最後似乎沒有成功的連結 因為也許他的時間不夠 那蠻可惜的 但是他提出了他的一些想法 那他希望能夠透過手機 然後連線到我們的NAS 然後把他手機的一些資料 也許是心跳的資料 也許是maybe其他的Sensor資料 能夠透過手機 然後再加上MQTT的Procode 把他推送到我們的NAS 那也許NAS可以再跟他的Dragon Ball做一些Control 那蠻可惜的 我覺得他的一些想法還不錯 那因為目前我們大部分都會使用一些StarKit 去做一些Control 那也許還沒有很多人會想到 那可以用Mobile當作一個SIMS 那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很可惜 那我們在等下一組的準備 好 接下來我們來等下一組的發表 等他們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準備一下 好 高高已經聽完了兩組的報告 目前看起來好像第一組的完成度是比較高 那第二組可能受限於人力 他沒有辦法在兩天之內 把他想要的概念呈現出來 不過他其實也有提到就是 他對於這個QNAP 這個QIoT Suite Lite 他覺得這個平台使用上還蠻不錯的 功能也相當的完整 然後… 他就應該要把他做的 做的 他已經有了 他就贏了 他可以收到 他就贏了 他就贏了 他就是 他就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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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再稍微等一下齁 投影片已經出來了 他的project名字叫做In Comfort Home 就是可能是一個醫化然後很舒適的家庭 那我們待會來看看他發表的內容 那這組Maker還蠻厲害他自己有用那個3D列表機有異能一些元件 只是看不太出來他是怎麼樣用到他的裝置上面 那我們待會就來請Javis來幫我們來解說一下 那這位參賽者他現在在準備一些CAMERA 那也許他也想要做一些LIVE的實況 那我們在等他做一些設定 看起來他準備還蠻完整的 除了他自己的錄影外他還準備了假式麥克風 麥克風這線還蠻長的 好 他準備開始囉 那這一組應該是跟舒適家庭有關 就是會做一些也許希望他能夠有一個比較舒適的一些家庭的一些應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做了些什麼 那這個Team他有兩位 那另外一個參賽者他在下面幫忙 沒錯 那他去年也有參加過 那早上的時候我沒有訪問過他 那他去年準備的也是一些IoT的應用 那他在發展過他 那男朋友就有參賽者 然後那來看看一個包裝 但是我來參賽者 那我來參加的 那我從Sak 어떤人來參加 那我參加的 那相信我參加的 也就是說 那我參加的 那製作的是 在那方面 那我參加的 那種的 那她參加的 那種 他在介紹他 他的Member Chris主要是之前有做一些Internet的一些IoT Things的一些東西 他提出了說那在我們的城市裡面呢 我們要怎麼去做到變得更舒適 那要怎麼去處理它 我們有新做的工具有新的消費 所以在2001年有一個大一陣子的工具 所以是完全一家屬的工具 但是在兩個月以來的工具是水平和水平 的車桌是很大的工具 所以我們現在在打工去了 所以現在是高過的工具 但很少是一輪對世界來說 所以我們在這裏的東西也有在印象中 所以另一個優勢在這裏是 這裏是Naboral Jordi 和Cylico Zero之間 它看起來是有在做一些 就是城市的一些規劃 還是做一些城市的一些project 有跟IoT有關 那它現在主要是介紹它在這一邊的一些經驗跟想法 OK 那它其實採用了一個叫做 OpenHAB的這一個open source 那其實可以在GitHub可以找到這一個software 那之前QNAP也有survey過這一個software 所以這套軟體之前Javis有用過嗎 其實它還蠻蠻龐大的一個軟體 那它是一個open source 主要它是可以整合一些smart home的東西 那目前QNAP都有在study 那也許未來這些open source也可以在QNAP NAS裡面找到 你看它剛才展現了 它用一些3D printer 然後它有一個太陽能的一個發電的一個裝置 然後它希望能夠做一些整合 然後透過openhab這個open source來做進行一個整合 OK 那它提到 那它今天採用的是QLT的這一個software的時候呢 它覺得非常的容易的去整合 就是它所想要的一個things OK 它對我們的整個web UI的介面非常的滿意 然後可以去進行做一些整合 OK 那它的idea其實是希望能夠把它的那些像風力發電 這樣子的一些應用能夠整合到NAS裡面 也許用我們的QLT也可以做得到 那它提到這個錄的部分是不需要被付費的 它覺得還不錯 好 剛聽完它這一組的講解 好像也是因為時間關係 所以沒有實際將產品做出來 不過它有很清楚的把它的這個概念 想要的概念有說出來 然後也有提到它對於這個QLT 這個工具的這個使用的一些經驗 好 接下來是第四組 好 第四組這一組 我們先前的直播有訪問過它 這個團隊呢 他們其實之前在這個HackSong的活動 他們也蠻有經驗的 像他就有提到說 上個月他才參加過CES的這個類似的IoT的HackSong 然後也拿到大獎 那不知道它今天是不是也是勢在必得 不過看起來畫面上的東西是還蠻完整 他們準備是相當充分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他們要為我們帶來哪些作品 那同樣我們請到的是 QNAP的資深工程師Javis 來幫我們做即時的講解 大家好 那我們可以先看到他現在頭一個螢幕上的畫面 那這就是他們這次使用的一些作品的Starkit 那他準備要開始他的Presentation 那他其實整合了蠻多的應用 有Amazon的Elysia 然後還有QNAP的一些應用 OK 那讓我們來看他們的Presentation 我們這一組有四位成員 對 那他也是做一些Smart Home的應用 那他希望在家裡面的Security要怎麼去提升 那他也提到他所使用到的一些應用有哪一些 有我們的QNAP的QLT 也有Amazon的Elysia 那也開始他們的簡單的Demo 好 你們可以看到他有Arduino雲 那他也準備了一個Push Button 然後跟我們的QLT整合 然後還有一個布基馬達 然後又整合了一個LED 對 他準備了一個Racerify 對 他準備了一個Racerify 對 他準備了一個Racerify OK 他還有一個Edison的Starkit OK 他現在把這三個Device整在我們的QLT Shoot裡面了 那也是可以動作而且非常的順暢 沒錯 他有大量的使用到一些QLT的Rule Engine 然後他能夠把一些Device做一些管理 他都用QLT Shoot去做到這些事情 然後他覺得非常的不錯 那這是他使用的Rule 那他建的有四個五個Table 那每個Table都有自己的一些Rule的應用 沒錯 沒錯 那這個是如何去控制門的開關 那這個是他現在在Table上的一些Device 那因為他沒有另外一個Camera 所以他直接拍一張照片 先大概解釋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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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我們用 IBMWatson IBMWatson 其實他做了不只只有StarKit的應用 其實他做了不只只有StarKit的應用 他甚至把我們的NAS有Story的特性也用上去了 那他可以快速的去擷取目前家裡的狀況 然後把這些Poto上傳到NAS 然後最後可以透過一些方式去把這些照片做呈現出來 那他們等一下會有一個Video的東西 那他們想要做一些呈現 那這個是他們在預先錄好的一個影片 那他們等一下要做一些播放 就是 搜尋一下 對 任何公司的事有用 可以用一個 這也可以用在康航的設定 可以用一個建築的屏幕 跟康航的設定 所以可以用一個建築的設定 所以上一康航的設定 是康航的設定 所以他們可以用這些建築的設定 所以它可以用一個建築的設定 嗯没错这个就是用QLT为主 那使用者可以直接Maker或使用者可以直接用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Live Demo 那他基本上就是在门口设置一个类似电铃的东西 那当他按下电铃之后呢 他可以知道说目前的状况是什么 那是不是可以被开门 那可不可以进去 那开门的部分的话应该是透过步进马达 去做一个控制 那可以被身份确认之后呢 那他就可以进去了 那现在是Demo ELSA 那ELSA也跟我们的QNAP的QLT做一些整合 蛮有趣的应用 OK那这是第二个Demo 那这位他可能不是被认识的 所以他不可以进去 那会告诉他你其实是不能进入的 蛮有趣的一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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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Demo就是这样 蛮有趣的 所以这看起来有点像是一个门禁系统 只是有增加了物联网的这个概念吗 嗯 没错 嗯 没错 那他这个门禁系统还有一些那个留言的系统的整合 那真的还蛮有趣的 喔 没错 对 那整合的算蛮完整的 那他可以做一些Message的辨識 然後知道說那他現在是否可以進來 對 沒錯他做了一個反應 他現在就是去Check他現在是否可以進去 OK那他是可以被進去 所以其實這個應用整合還蠻有趣的 那他可以用Azure然後透過NAS做一些整合 然後跟我們的Sync做一些整合之外呢 把這些東西透過我們的QLT的Rule去做一些 做一些前置的處理 然後他可以讓有些訪客可以被進來 對那有些訪客如果他不能被進來的話 他是被他就會直接擋在門外 那其實這樣的整合的概念真的還蠻不錯的 謝謝你非常感謝 這是QNAP 現在我們會有什麼類似的項目 那這一組其實他們原本四個人是 基本上是三個 四個人其實原本是都是不認識的 那剛好在這個table他們就遇見了 所以就組成了一對還蠻特別的 好那這邊QNAP的組別的Hackzone的組別都已經發表完成 總共有四組 那因為接下來是另外一個廠商是Amazon Alessia 所以那這邊我們就不直播了 那到底最後剛剛那四組哪一些組別會得獎呢 那可能就等燒完之後再跟大家報告囉 好那我們這場直播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 謝謝佳比斯 掰掰